1、2、3、4、5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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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来休息 1、2、3 1、2、3、4、5来休息 1、2、3、4 1、2、3、4 1、2、3、4、5来休息 大家好我是大树 由于魔供不断向国人煽动反日的仇恨教育 这使得小粉红到处兴风作浪 无脑出征 同时也让众人哭笑不得 那广州一个小粉红就上演了一齣闹剧 她勿将国产动画盗墓笔记 当成了日本动漫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小粉红的日常闹剧 你们的人在拍很快谁 就没有人是敢说的 你们在那里玩这些东西 哎 别说 要你把我写起的字上面 他们不能画 我们半块吃完了 刷头已经不够了 你想把我写住了 他这么下班 我在里面 你想把我给太累了 你看吗 其实这个小粉红和大闹银行的小粉红都是比较相似的情节 愤怒的点都是因为玻璃心感觉自己收入 因为这个小粉红在人家的千道墙上写东西被拒感觉很没面子 所以这一股脑就把人家的千道墙给砸了 最搞笑的是这哥们一脚还踢到了墙后面的工作人员 最后过去给人家又按腰又赔礼道歉 后来当地的警察局就把小粉红传唤到了局子里 警察说会依法处理 用爱国的名义反日的情绪宣泄自己的不爽还不计后果 那这种小粉红又蠢又危险 不过这次我发现国内的评论区里全都是正常的国人 多数都是嘲讽这个小粉红的 其实我都有点小困惑了 就是到底哪个才是我们的国人 为什么评论区在这件事情上是清醒的 然而在农夫山泉上面又断片了呢 那实际上就在小粉红胡闹出征农夫山泉这段期间 还有一个上海的粉红大爷的视频 也在这段时间火了 我们一睹为快 在中国的土地上 这是乌书界吗 这是华人鱼狗不得入内的地方吗 日本人学校在中国的土地上 现在总共有35所 上海 苏州 深圳 广州 好了 现在神秘到这种程度 才能送党组 哪一个学校买都送党组的 为什么这么干 隐藏什么 因为我们很奇怪 什么我一个日本学校 而且什么中国人没人在做 而且都是全国人 从校长一直到里面的保险手组 全国是日本人 任何中国人是不能进入 除非特殊原因 上课窗帘全部是拿上 这不是天大的讽视天大的笑话吗 他们害怕什么是高压界 在保护什么在隐藏什么 还有一点 日本人群立东北之前的话 四五千里的日本建议 就是学了很多的中国的东西 以后的话 先进来的 长的多年 短的三五年 日本群立军打交代的时候 就这批人成为他们的向导 那打哪 中国省是惨重 那中国老百姓 为什么要恨日本人呢 杀了我们两千多万人啊 要遇到就是中国的 他不成功 非我之类情心卑异 我是非常的震撼 千人坑 不看了以后 眼泪掉下来 哎呀 高兴没想到 可能我发现了 还有日本的学校 所以今天我就来看一下 我们是一个满腔的热情人 爱过热情人 这种视频啊 很具有煽动性啊 人家呢 就根本就没有说 中国人与汪星人不得入内啊 只是人家学校啊 不让外界的人 进入到他们的学校而已 所以呢 他就马上就玻璃心了啊 他感觉自己受辱了 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挡着自己的校盘呢 甚至学校外面还有电网啊 那我看到其他的日本学校外面的围墙上 其实还有尖刺啊 而且呢 这些尖刺的刺啊 都是冲着外面的 所以这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明摆着人家就是保护自己的学生嘛 实际上呢 人家也怕有小偷啊 或者说有类似像这个粉红大爷这么极端的人出现 怕他们过去捣乱 影响人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所以呢 人家才搞了一个这么样的防护网 而且呢大家有注意到啊 他是专门穿了一个印有中国这样的 这么一个衣服 过去挑衅和碰瓷的 如此看来啊 这个大爷啊 很可能就是一个靠爱国流量赚钱的这么一个主播 事实上呢 国内啊 就有一些靠爱国赚流量的人啊 他们经常啊 用一些外国的视频啊 配上这些骗人的字幕 以煽动国人的仇恨啊 赚取这种爱国流量 其中有一个最火的就是鼓吹说这个国内的日本学校 竟然教日本小孩长大后要侵略中国 甚至呢 他们还解释说啊 这帮小孩当时喊的是 上海是他们的 武汉是他们的 浙江是他们的啊 等的中国人 人心惶惶啊 当时呢 这个视频啊 他被转载了几千万次啊 后来呢 人家原视频博主啊 看不下去了 就出来喊话说啊 那个视频的内容 实际上呢 是他女儿运动会啊 比赛开始 红白两队的代表 在校长面前宣誓 要尊重对手 遵守比赛规则 堂堂正正的 赢得这次比赛 实际上呢这个作者啊 当时还在抖音上啊 专门就为此事件 发了一个视频 没想到 这个视频呢 却被下架了 所以呢 让很多人震惊的是 这种反日情节的假视频 竟然可以在中国的 互联网上泛滥 不负任何的法律责任 但是人家原作者 出来澄清真相啊 却马上就被下架了 而且随时要负法律责任 这样的做法 让很多正常人 都无法接受和容忍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 就是沈阳的一男子 在户外的公共设施上 竟刻下了 日本国歌这几个字 而遭到了众人的围堵 说实在的啊 我也好奇这兄弟啊 为什么要在墙上刻下日本国歌 这四个大字啊 但我注意到呢 他除了写了这个日本国歌之外呢 他还写了一个生福 和福气的福 还有富贵的富 这几个字 所以呢 我就在想啊 这个日本国歌 是不是和他写的这个富和福 是有关系的啊 于是呢 我就带着这种好奇心啊 上网查了下日本的国歌 君之代 很多日本人啊 对这个国歌 他都不怎么了解 他们只知道这是一首古诗 那这首古诗翻译成中文就是啊 吴皇圣士兮千秋万代 沙利成岩兮便生青台 所以呢 这其实是一首古诗啊 那实际上呢 古文啊多数是靠物的啊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的话 你就局限在一个内容里面了啊 但是呢你要从古文中来看呢 你就会发现啊 它有多层意思 也就是说呢 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和思考理解 和你处在这个不同的环境的思维状态中 你对这个诗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极端的国人呢 就是因为这个歌的歌诗的作者 叫做大三言啊 也是甲午战争的一个司令官 所以呢 这群极端爱国者啊 就把这首歌的歌诗解读 不为清华的歌词啊 是辱华的歌词 但实际上 这个词是大三言啊 他从这个彭莱山这本诗文集中啊 选择出来的这么一段啊 那大家知道这个彭莱山呢 实际上是神仙住的地方啊 那当时的秦始皇 为了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 他来到的这座山啊 就是这个彭莱山啊 所以说啊 如果按照当时的原作者的这个背景啊 那这个古诗中的乌皇啊 说不定是秦始皇呢 是吧 而且沙利成延西 变生青苔 就听起来就感觉像是时间过去了许久啊 然后这里呢长满了青苔 然后沙利呢都变成了岩石啊 那作为一个今天的人 我们站在这样的地方啊 看着当下的这个大好河山 那实际上呢 他就变成了一种港海啊 甚至是无限美好的这么一个心情 可是呢你要站在今天日本变成了一个国家 然后中国搞的不像人一样 那就是一种物是人非 甚至是悲凉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说啊我不知道这个沈阳的男的啊 他写这个日本国歌的动机是什么啊 但是福和富啊 或许和日本国歌有这么一些关系啊 因为这个蓬莱山嘛 它是一个神仙的山啊 可能就代表着一些美好的寓意啊 我想是这么一回事啊 但是呢对于这个文化呢 我确实是不太懂的啊 那么如果有人懂得日本这个歌词的大字含义是什么 也可以在评论下方留言啊 我也来学习一下啊 不过anyway啊 写日本字不可耻 说日本话呢也不是卖国啊 那其实就算是中国人的爱国 他也不可耻啊 可是把爱国当作宣泄情绪和仇恨的借口 这个才是最大的可耻 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咱们下个视频